远方的家天下黄河设置组 开始于山西省的形成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在山西省境内 今后流行新州 旅梁 林坟和运城等地势 河段全长965公里 造就了壮观的黄河盛景 也孕育了浓郁的黄河风情 设置组第一站 来到位于山西省西北部的 新州市拼关县 拼关县西陵黄河 与内蒙古自治区 准各起隔阂相望 北一长城 与内蒙古自治区 清水河险接壤 南密与河区 神池和武寨登县披霖 独特的地理位置 也让拼关县自古就有 三进平翻 近北索越之城 设置组一路驱车 来到拼关县最北端的老牛湾 滚滚黄河自西向东 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大湾 转头向南一路而下 从而在黄土高原上冲出一道深邃的峡谷 这道美丽的峡谷就是近闪大峡谷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天下黄河设置组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山西省天关县 在我身后就是老牛湾 黄河从这里开始便进入到了山西境内 这也是近闪大峡谷的起点 可以看到黄河的两岸峭壁如霄 就像刀切了一样非常的壮观 在我的目光所迪之处 还可以看到一座座的风火台 这儿也是黄河与长城相交汇的地方 宽阔而平静的黄河水 幽深的大峡谷 以及古老的长城 在这里交相辉映 我们接下来就从这里走进片关 一起去感受一下黄河的壮美风光 奔流不息的黄河水 在老牛湾呈现出一幅 大河奔流的壮美景观 这里也是黄河与长城交汇的地方 设置组在拍摄长城内外系列节目时 就曾到访过这里 时隔多年 如今的老牛湾有了很多新的变化 我们联系到当年的节目嘉宾何焦 请他带我们再次重访老牛湾 我们知道何老师已经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多年前在拍长城内外的时候 已经给我们讲解过这个老牛湾 是不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 您觉得这边的风光变化的大不大 可以这样说 我看到了老牛湾的一个发展变化 老牛湾见证了我的一个成长 当时的老牛湾跟现在最大的一个区别 在我看来就是水更绿了 然后山上的植被也更加茂盛了 老牛湾是黄河入境的第一个村子 它是第一个张开双臂引接木星河的地方 对于整个黄河流域来说 我们的作用 我们的位置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年何礁是老牛湾村里名大学生村官 如今他已经调到拼关县文旅区工作 这些年来他一直关注着老牛湾的发展 听他讲 由于地处黄土高原 拼关县自古就是沟河纵横 风沙四月 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但拼关人通过几十年的植树造林 逐渐让黄土高坡披上绿衣 在苍茫大地上 书写下一个沧海桑田的绿色传奇 在过去的偏观啊 因为经历过战争 经历过其他因素 经历过气候的变迁 这个地方曾经被一个外国的一个学者说 这是不适合人类省重的地方 穷山 饿水 这被覆盖非常差 但是现在的话 再来偏观一看 我们看到的是绿水 青山 在黄河沿岸生态环境得以改善之后 当地村民还依托黄河与长城 努力发展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 2021年 老牛湾村入选了山西省美丽休闲乡村 以及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行列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也给老牛湾村民的生活 带来了巨大改变 老牛湾进入了一个双公园时代 就是一是黄河文化公园 第二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双双落户了我们老牛湾 这也是老牛湾迎来了一个 迁在南方的一个机遇 我们通过对黄河文化的一个梳理 发掘 保护 展成 然后让这个国家公园的基础设施 越来越完善 然后让黄河更清 村民更富裕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最美不过老牛湾 在河郊看来 眼前的秀美风光 承载了偏观人的无数辛劳汗水 离开观景台 我们走进老牛湾古村落 这里村舍大多就地取材 用石头建造而成 由于村庄已开发为风景区 村民大多搬到新村居住 也让这座古朴的村落 显得格外宁静 走进一个院落 我们见到了再次生活多年的 环境设计师李自强 这是我们深爱老林文十多年 然后资深的生态景观设计师 那您其实不是本地人 那来到十多年的时间了 为什么当时选择来这边呢 09年嘛 受这个对岸 鄂尔多斯这个准格尔齐政府委托 我做这个大峡谷的旅游规划 我是学环境设计的 来这的时候 我在对岸就勘测地形的时候 我就发现老牛湾这个 可以说是奇观嘛 当时呢 它是由于万家在水利枢纽工程 这个古村略的移民呢 都上了前面了 新村了 这就荒废了这么一个原汁原味的 这么一个自然景观 我有兴趣就过来 过来以后呢 自己呢就盘了这么一块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当时来这定了个位 就写了个对联嘛 是吧 长城无墨千年画 黄河有孕万古琴 黄河和长城 对啊 一个是千年 一个是万年 所以把自然跟人文景观 在这黄河长城交汇的地方呢 我老说这是一个唯一的 所以它就是一绝嘛 李自强多年来 一直从事环境设计工作 偶然的机会 让它发现了老牛湾古村落 独特的魅力 听它讲 老牛湾村形成于明代 几百年的历史沧桑 让这里积点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这也深深吸引着它 便买下几座院落 进行重新设计和改造 希望在此建造自己心中的梦想家园 咱们中国的妖洞有三种 叫地尘瑶 靠山瑶 还有一个东西叫独立瑶 这是靠山瑶 这叫靠山瑶 它是很经典的一种民居 它的一山旧式 就是它顺应自然 所以这个境界 我觉得现在特别适合 我们当代人去学习 对 就是天人合一 做出来的东西 它才和谐 老牛湾古村落 深厚的历史底蕴 古朴的自然风貌 以及浓郁的近北风景 都市其成为一颗 镶嵌在近闪大峡谷北端的 璀璨明珠 不断散发着 黄河文化的古老神韵 那所以您其实是在这边 深入地生活过 感受过 才选择在这边这么多年 能留住您 对 是吧 一个是留住我 一个是我打造了这些空间 我特别希望更多的朋友 去分享跟共享这个东西 确实 因为我也生在黄河边 您也是黄河边长大的 我实际上 对 我出生在黄河边 所以我对这一片 这个黄土地 我确实是 有深厚的情怀 怀着对黄河的依恋之情 李自强在老牛湾停下脚步 也过着世外桃源般 宜然自得的生活 我们跟着他走出院落 迎面就看到 寻魂壮阔的近闪大峡谷 你看 他那种起伏 这大自然冲刷的这种痕迹 就是说 为什么美术学院的愿意 可以来这儿搞血声呢 就是他这个地理画油画 他有笔触 画国画呢 他春叉 点染 所有的技法都可以表现 而且水的表现 它绝对是一个入化的环境 特殊的地理环境 与漫长的地质作用 共同造就了老牛湾一带 纵横交错的峡谷风貌 也成就了一红清水 向南流的别阳风光 让近闪大峡谷 成为黄河中下游 最美的河段之一 我们沿着石马路 向河边走去 在码头边 见到一位村民 在唱当地上歌 你这个平时经常会在 这个黄河岸边唱歌 那个时候大雨 往这船唱 每天唱 每天都唱 对 每天唱 现在不老 现在泥水有点大了 扫养也不如原来的了 挺好的 我们从上面那个坡 就听到您这个歌声了 这是我们老牛湾的 这个名家乐 农家乐这个夜厨 对 它一边开着 过去是靠打鱼 对 后来自己创办了 这个农家乐 现在也 生活也可以 收入比原来提高了吧 挺好的 挺好的 这位村民名叫吕寇 今年65岁 是老牛湾村 有名的山歌手 他经常在此 为游客们唱山歌 希望人们在欣赏 黄河峡谷风光之鱼 能更多感受 当地浓郁的地方风情 专门歌词就是老牛湾吗 对 您给我唱两句行不行 因为从刚才 我没有太听懂 对 天下的那花 和河河的地 和雨的那碗 这唱个长远的灰 和包的那老牛 呗 雪崖那桥 和鼻的那豆 和雨的那碗 这山就是老牛 在北山上温暖 和猪中约坏 上 thousand 到老鼻子 和鱼子 和春 和春 oder 和 fourteen quelle 和 rain 有这个歌一唱 就把这个老牛湾形容得就唯妙唯肖了 随着老牛湾景区的建设 以及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如今老牛湾村民的生活 也得到很大改善 旅扣一家人通过开板农家乐 收入越来越多 生活也比较富足 这让他心中满怀喜悦 听过上歌 我们登上旅船 准备跟随李自强一同饭珠在黄河上 欣赏美丽的峡谷风光 实际上从水上看老牛湾的时候 你看这个景 你看那个轮廓 这个古堡是吧 还有这个民居就能看出来了 我们在这个水当中的时候 就是换了一个视角 换了一个方位去看它的美 而且我发现 我们在河上面行走的时候 确实能发现 这个景观立马不一样了 包括前面的这个河道 弯弯远远的直向远方 还真是挺壮观的 身临其境 近陕大峡谷 它从老牛湾 进入山西之后 然后一直沿着这个山西陕西 包括现在还有内蒙古的一部分 一直到达与门口结束 大家都忽略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点 它在中国的话 它是最美食大峡谷 但是它的总长度 达到了725公里 它要比这个羊路藏步 大峡谷还要长 比美国的克罗拉多 也要长200多公里 它是名副歧视的世界的一场象 所以我们在这个 只是它其中的一块区域 只是一角 它是最美的段落 它也是黄河进入山西之后 形成的第一个舍取地貌 黄河在拼关险境内 有32公里河段 虽然不是很长 但却是近陕大峡谷风光 最美的一段 其中最具大表的就是老牛湾 不仅风景如画 还有很多历史传说 而且一年四季的景观 各不相同 老牛湾踏村 鸟与花相属星星 老牛湾萧下 黄河谷川游峡谷 咱就今儿就有这个味道了 老牛湾爽秋 五谷风登打卖场 老牛湾猫冬 老花孩子热心头 所以中国的日子 应该是这么过的 是吧 这个是咱们中国人的 一个精神世界 没错 追求 现在很多人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很多人在找这些 咱们讲话了 就是有相情相仇 老牛湾两侧陡峭的岩壁 和威尔的山巒 互送的黄河一路南下 在峡谷深处 不仅有气势磅礴的 自然景观 也留下许多美丽的传说 那其实您来这边 也是说 你是真正喜欢这边 所以才能留下来 然后去沉淀地去看它 那您心目当中的 老牛湾是什么样的 我完全是这个情怀 我就冲这方山水 冲这方这个黄土地的 这份情怀走进老牛湾 所以现在你看 咱们走到这儿 换一个角度 看这个自然风光 咱们首先觉得 大自然这种鬼斧神功 它这种让我们看了以后 惊叹跟这种敬畏 就是我们要通过来这儿 感受这个自然环境 跟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后 真的我们要敬畏自然 我们要热爱自然 我们要保护自然 范州黄河之上 欣赏这美丽的峡谷风光 令人心旷神怡 近闪大峡谷展现了 黄土高原沧桑的地貌特征 以及大河奔流的自然景观 听河教说 随着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和长城旅游公路的建成通车 会有更多人来到老牛湾 领略这里的壮美风光 感受黄河与长城 共同书写的千年辉煌 这也让他对老牛湾的未来 充满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